女人无才便是德什么意思知道吗 女人无才便是德的便是这个便知道吗 什么意思呀 一个女孩子即便没有读那么多的书 即便没有太多的才能 但如果你能辨明是非 那也不是一种美德 我说清楚了吗 很多词都被大家说错了 还有一个叫人不畏极天诸地面 知道啥意思吗 人不畏极天诸地面不是读畏极 是人不畏极 唯是修为之意 人要是不知道不断地修为自己 提高自己 那这自去灭亡 还有一个叫无奸不伤 什么叫无奸不伤啊 孤单卖粮食的时候 要给别人多一点点 这个叫无奸不伤 多给别人一两天福 多给别人二两你能挣到钱 多给别人三两你能可以增售了 因为孤单称叫十六两称 我这十六两呢 先说这十三两 别多七星加南都六星在一起 刚好是十三 十三再加上三两 这三个叫什么呢 叫福 还有个叫路 还有个叫手 所以多给别人一两天福 多给别人二两你能挣到钱 路就是财 多给别人三两你能可以增售了 所以给别人粮食的时候 要无奸不伤 多给大家一点 老板的心中又敢乘 你这便宜 你这人实在 他会来更多人来买你的东西 那你要少给对方一两呢 没福了 少给别人二两呢 赚不到钱了 少给别人三两缺打得了 你折瘦了 哎呀 未来的这个称都变成文物了 现在都变成电子称了 再没有了 大商知道在里边了 哎呀 所以很多文化 古代人做了文化 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现在的都被丢了 真的很可惜啊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都变成电子称了 不过